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人穷不能制短,但当一个人真的很穷,并且长期处于缺钱的生活状态中时,他的眼界和想象力也会一点点慢慢下降。贫穷影响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,还有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和潜在性格。 严格来说,不是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力,而是有限的财商。限制了人的思维模式,财商低的人只会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,最终活成了一个没有志气的人。 如果你很穷,在人群里一看就知道了,真的假不了,假得真不了,贫穷或富有藏不住。 一个打扮光鲜亮丽的人,穿着名牌衣服不一定是富有的人,也许他只是好面子,在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。 他的衣服都是借钱买的,或者是省吃俭用几个月,才买了这件衣服。 买了衣服以后的一段日子可能都只能吃泡面了,一个打扮朴素的人不一定是穷人,也许他就是有钱人,但一直很低调。 一套一百块的T恤衫可以穿出去,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 穿衣服自己穿得舒心,很干净,很自然,就行了。 太在乎别人的眼光,反而有趾高气扬大,嫌疑。 一个衣不蔽体的人肯定是穷人。 连骑马的尊严都顾不上了,因为没有钱只能在垃圾桶里捡来几件衣服,将就着穿。 一个穿得很不协调的人,也是穷人。 他的衣服都是别人施舍的,都不合身,但是不得不穿。 他的衣服都是凑合着穿,都没有资格挑三减四,也不要在乎舒适度高不高了。 其实一个人很穷,不管他穿成什么样子,都是雄算样。 好面子的人表面上是富有的,但是他穿得不自信,有一些做贼心虚的感觉。 一个买不起衣服的人,那就更不要说了,穷酸样更严重。 就像小瓶里说,小样,别以为你穿上马甲,我就不认识你了。 穷酸样,不管你如何在乎自己的打扮,还是可以被人看透。 你的打扮和你的身份,经济不匹配,难免会暴露自己。 好马配好鞍,才是绝配。 李嘉诚说,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,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。 心穷的人不一定是没有钱,而是贪心不足,心穷的人注定是穷人。 因为他没有办法便富有,就是口袋里有钱,心里面还是没有钱,活得很落魄。 我的老家有一个人特别会算计,本着只进不出的原则。 逢着别人,婚丧嫁娶,他能躲就躲,躲不过去,就只送几小的礼金,带着一家子的人去吃喝。 自己家里有了事,向来只收礼,不带客,实在需要白洒席,就弄半桌子清汤寡水。 他们家吃肉的时候,要关上大门,生怕别人会来吃。 以至于邻居一见他家关上大门,就笑道,又吃肉了。 有一次,二哥家给小孩子拌满月酒,那家人吃吃喝喝还不算,趁着人多手砸,还偷走了一些布匹和酒肉。 有人告诉奶奶,奶奶没哼声,过了些日子,那家人办起了一个小卖店,生意不错。 奶奶笑道,长久不了。 没出两个月,小卖店果然关了门。 和王奶奶聊起了这家的事,她善善而谈。 这家人爱贪小利,已是人员。 小卖店是人员生意,人员不好,生意难做。 前两天生意不错,他们开始想尽便宜的冒派货,人无欲,怎么会不关门。 这种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,我叹道。 归根结底,这是新穷,王奶奶淡淡地说。 是啊,人要是新穷,一辈子也难富。 偶尔富了也难长久,自个儿就走上了局路。 这世界上穷的人并不少见,只不过有的人穷一阵子,有的人穷一辈子。 穷不可怕,怕的是新穷。 现实生活中,钱虽不是万能的,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 确实如此。 没有钱,我们就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。 没有钱,就不能过上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没有钱,就没有了底气和安全感。 但是这个世界上比贫穷更可怕的是,那就是新穷。 物质上的匮乏尚且可以用金钱来弥补,心若贫瘠,那就注定以身环补。 见由新生,一个人的言行其实都是心灵的表现。 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,想做什么就会有所行动。 就算一个人一动不动,其实也是一种行动,那就是懒惰。 一个人什么也不说,也是一种语言。 要么是无话可说,要么是沉默的反抗。 人群中,你的言行其实和别人是不同的。 哪怕你学习别人,模仿别人,但是行似而神不似。 就像东施孝平,结果模仿了别人,反而不伦不类。 三,你的积蓄。 一个人很穷,活得没有底气,就是说话的时候,故意提高了分贝,但是很快就会认怂,害怕被别人揭穿。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,几个同学小聚。 同学小周说,我最近投资办电子厂,主要是代加工手机,你们帮我介绍一些工人来吧,多多益善。 真的没有想到同学小周也要大展宏土了,要办厂发大财了,我们都很羡慕他。 前天同学小周打电话给我,不要介绍工人了,我的厂还没有正式开工,到时候再说吧。 原来小周只是夸海口,他并没有能力摆上,他到处借钱,但是没有借到钱。 真的有工人找上门,他才发现自己捅楼子了,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,自己的谎言还要自己去揭穿。 有存款,想要做任何事情,都可以靠自己做起来,不要到处求人。 不求人的日子获得很有底气,并且很快就能实现理想。 如果你没有存款,那么在人群中是没有底气的,就是吹牛也担心被识破,他觉得自己是犯错误了。 特别穷的人走路都低着头,不敢和别人对视。 乞丐走路总是眼神游离不定,因为他担心吃了这顿,没有下顿。 柳言曾经在一期节目中谈到自己日益病重的父亲,泛红了眼圈,但他也说出了一句很多人都没底气的话。 他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起父亲的医疗费。 柳言19岁时,母亲被确诊得了癌症,为了跟母亲错够医药费,他参加了主持人比赛。 拼尽全力只为夺得冠军拿到一万元奖金,但不幸的是最后只获得了第七名。 之后他只能四处借钱,才让母亲度过了最难熬的一关。 尽管在起步阶段被各种打压、排挤,甚至媒体各种不堪的羞辱,但他仍没有放弃,心中坚定着赚钱让家人过上好生活。 毕竟穷人抗风险能力太低了,像凭若不经风的破树叶,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没有混了。 当然,我们都不是百万服务,也缺乏柳言这样的财富。 除了努力赚钱外,还需要留点存款。 一旦需要资金救急,自己却因为存款为零,只能到处奔波借款。 万一没借到,还将因为时间关系,措施最好的处理良机。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,所以在珍惜当下的同时,还需要给未来存上一笔资金。 你抵抗风险的能力,其实就藏在你的存款里面。 四,你的朋友。 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 穷人的朋友多半是穷人。 穷人挤进富人的圈子里,反而更加没有面子,会被人嘲笑。 你是什么人,就会遇到什么,就会结交什么人。 你的同伙,都是和你有共同目标的人。 是生意上的伙伴,是事业上的帮手, 是因为某件事牵扯到一起的人。 一喜欢抱怨人生,就会加入新穷的圈子。 大家一起抱怨,放大社会的负能量。 因此,看你的同伙,就知道你的生活状况。 真正厉害的人,往往是独来独往的人。 就是加入了圈子,也是一些有利益来往的小圈子。 或者是几个真心朋友建立的群。 和群是为了赚钱,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。 更不是为了讨好别人,不和群是因为喜欢独处。 一直都是无依无靠的心态,让自己多一些时间和精力去赚钱。 走到人群里,一看你就是穷人。 从头到脚都是穷样子,心也很穷。 做人没底气,身边有穷朋友。 真正有骨气的人,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精善天下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佛禅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。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。 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